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印度前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里卡尔表示 印度渔民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 也没有合适的船只 甚至都无法进出印度领海 只能在沿海捕鱼 无法进入印度洋深处捕鱼 为此 印度国防部长秘书阿贾伊·库玛尔表示 印度需要出动更多的海军舰艇 保护在印度洋上 展开渔业矿产和能源勘探 在内的多种蓝色经济产业 印度表示 印度有1382座岛屿需要进行整合 同样需要一个庞大的海军和空军 来维持印度的印度洋战略 阿贾伊·库玛尔说 印度渔民甚至就连印度经济区海域深海区都无法使用 仅仅局限在沿岸地区捕鱼 而作为邻国的中国 已经是深海捕鱼的世界级领头羊 因此 印度需要加强对印度洋的安全防御和防范 对在印度洋上活动的进出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军舰和潜艇进行监控 对海巡航需要扩大覆盖范围 印度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大印度洋战略 但是印度主要集中精力发展了印度海军 有了一到两艘航母 几艘驱逐舰和租借和潜艇 但是 印度海警和印度巡逻舰力量非常薄弱 为此 印度教徒报网站报道 印度海军参谋长苏尼尔兰巴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面对日益增加的海上威胁的情况下 印度海军正在扩大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巡逻区域 以覆盖所有的要害区域 近三年 印度一直保持有12到15艘军舰长期部署在各阴喉点和关键的海上通道 印度最先进的美制P81反潜巡逻机 被部署在印度南部的军事基地 它在海上侦察时的常规时速约为724公里 监测范围可达4500海里 主要是想扩大对印度洋海空域的监视控制范围 特别是印度进入印度洋的潜艇 因为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的门户 印度时报称 现在印度军队在安达曼群岛军事基地 有一支约3000人的步兵旅 20艘小型军舰和巡逻艇 以及数架米巴直升机等 印度正在对这些基地进行升级 在2022年以前将部署在这里的海军舰艇数量增加到32艘 在陆军方面 未来两年印度将安达曼群岛增加第二个步兵旅 人数在3000人左右 当然 印度要想控制整个本印度洋和1382个岛屿 与印度军队现在的实力还相差很远 印度海军只有19艘护卫舰 印度海警2000吨以上海警舰也只有10来艘 要想实现对广大海域和岛屿的控制 必须要有大批量的护卫舰和大端位海警舰 以现在印度海军和海警的实力还相差得非常远 从海域看 印度至少要有50艘以上护卫舰 50艘以上海警舰 以及更多的海上巡逻飞机 海洋监控卫星 通信卫星 以及大航程无人机才可以 至于印度渔民具备远洋捕鱼能力 那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我们拥有远洋渔船3000艘 印度渔民想要追赶非常困难 感谢观看